大家好,回来我们youtube频道 今天这条片继续讲前列腺的治疗 今次主要是讲前列腺癌的电疗 究竟以前电疗有很多方法 以前电疗七到八个星期 到现在经常听过五次就行了 其实为什么以前做不到,现在又做到这样 这条片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电疗最新的发展 第一,为什么以前做不到五次就能电到 现在做得到,其实在电疗,不要讲前列腺癌 其实很多癌症,我们以往电疗都是这样 尽量一星期电五天 每次我们电的剂量是两龟 无论是电肺,电乳房,电脑,电头颈癌 胰壮癌,前列腺癌,腸癌等等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是因为以往我们认为,摊长来电 就可以减低副狀 每日好像打你一拳 因为你打个肿瘤的时候 然后也不可避免会伤到旁边的组织 如果我们拉长一点 起码打完一拳 可能误中了一些腹居 都给一些正常的组织修复 前列腺癌来说,就是旁肝和腸 每日分散来电 希望可以不要伤到旁肝和腸 主要原因是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现在就越来越多的技术 电疗的范围很精准 就是我们是真的可以 差不多对准了前列腺 也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减低副狀 比如说旁肝副狀有旁肝容量的控制方法 也都有每日电疗之前 做一套CT或者MIR对位 对得很清楚 就不是再靠身上画的marking去对位 直肠方面也会控制直肠排行 就是大便才是电疗 也会好很多 再加上我们有一条片说 打一些水形胶 是可以大大减低了直肠受到前列腺电疗的剂量所影响 其实因为做了这么多新的技术来说 其实已经大大减低了隔离器官所受的副作用 所以现在来说 就越来越不需要说一定摊墙来电 按平均去减低了副作用这个方法 其实譬如在以英国为例 他们大概十年前 已经我们做了一个叫hypo fractionation 是因为那个机器先进了 什么叫hypo fractionation 就是说传统我们好像 右上灰色那样要电八个星期 有三十七到三十八次 一个星期五次 是真的电差不多接近八个星期 但到大概十年前左右 或者十几年前左右 英国方面我们标准已经转了 全部都电二十次 就是大概四个星期左右 那为什么这样呢 是因为影像学定位准了 我们现在可以近有信心 就是看得好一点 就是高清很多 那我们可以有信心 将八次的电量 每日电多一点 就电四个星期就可以了 那我们英文叫hypo fractionation 这个方法 那到了近五六年 越来越多 就是说是可以再缩短一点的 我们做一些高剂量 定位再精准一点的方法 就是SBRT 就可以电五次 一般就是隔日电 做是大概一个半星期 就是说由星期一做 星期三做 星期五做 然后再下个星期 星期一做 星期三做 那做完之后呢 就是五次就搞定了 那但是呢 SBRT 那你说每次电那么高剂量 定得那么准来说 会不会副作用或者治疗效果 是没有以往的那么好呢 那其实有很多研究都已经发现 其实 副作用方面呢 是相弱甚至是更加轻 而且呢 那个治疗的效果呢 因为定位准了 我们有时给个剂量 还可以比较高一点 甚至至少呢 可以和传统的电力一样 甚至是更加好 那所以全世界来说 就开始慢慢的步入 就是说由八星期变成四星期 慢慢变成一个半星期 甚至有些美国的地方呢 他甚至做得再比较是 再少一些 就说现在提出 甚至可以五次都嫌多 可以慢慢呢 随着技术的再做 还可以做两次 甚至一次都做得到 那但问一下 我们要多些数据呢 去再看个安全性 和有效度 技术上虽然做得到 但是不是真的等同五次呢 还需要多可能 两三年的数据呢 我们才会知道 那但是你又会说 那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每个病人 都一定适合做这个 五次的电疗呢 留意五次的电疗呢 即SPRT 因为定位非常精进 通常要病人的配合度很高 譬如说膀胱容量 饮尿啊 饮水每日要保持一致 大便一定要清空 还有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 MRI磁力 这么正对位来说呢 每日需要的时间 是比较久一点的 电疗的时间 可能要去到 20甚至30分钟的每一次 就和传统电疗 好像10分钟 到15分钟做完呢 可能多了一倍的时间 那病人要饮尿 在床里要配合啊 各样东西呢 就一定要配合得很好 所以我常常和病人说 如果你真的选择SPRT 那你要肯定一样 就是病人不能够 或者可能 那个饮尿程度太差 比如有些饮尿很差的 饮了10分钟 做了在肌上赖尿啊 或者流尿的情况 那这个就不太好 那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考虑 有时在医生的角度 会想 比如有些病人相对 没有那么适合做SPRT 比如说 他的前列线呢 真的呢 比较大 比较大来说 因为我们很担心前列线 你大呢 电高真的 电一次呢 他有时可能肿 一肿呢 可能会引起 甚至低 过了两天之后 但这个呢 如果真的 严重的肥 有严重的前列线 两肿肴 而怕尿肴不是很可оль的病人呢 我们有时医生都会痊重 可能 wouldn't perform 20次那肥 比较好些 如果真的要做5次 可能我们先 给一些荷尔蒙药 给一些 帮助通疗的药 laughs 甚至给燒檐药呢 令到前列线 电了erry 不会那么肿 未成坐 呗不到尿 这个情况 另外也有些病人可能是因为他有前列腺癌 但是前列腺亦都真身甚至摄不到尿 曾经做过一个叫前列腺刮通的手术 就是可能去找个鼻疗科医生 看见他摄不到尿 甚至有尿猪瘤的情况 就会去做一个在膀胱镜之下 将前列腺刮通尿道的手术 一般我们觉得做过这个手术 或者短期来做过 可能做SBRT五次就不是那么合适 做回二十次那一只就比较合适 另外还有一种病人 譬如说他真的流血很严重 前列腺甚至是他可能吃很多薄血丸 或者甚至两只抗血小板药 这种病人不是说绝对不做得五次 但是也得到医生的适当选择 才可以去考虑得到 那这幅图就是看说 以前做不到缩小五次 现在做得到 另外一些原因就是 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些叫adaptive的方法 adaptive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去做五次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影像 看看膀胱容量控制 或者前列腺的位置动动 基本上我们每天电之前 都大约可以猜到前列腺 或者看得到前列腺的位置动 作出一些电疗一些相应的调整 我们所以为什么可以做到五次 现在就是因为可以 真真正正对准 那个前列腺来电 以往二三十年前 技术没有那么好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说 margin大一点 范围大一点 on average 电中前列腺的机会增加 简单来说 就好像说 你比如看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 你的电视可能中一个大牛龟 或者二十年前 有些LCD的电视出现 都是很猛 但是现在家里 个个个都至少有4K 甚至有些人有8K的电视 那就是说清澈到解像度 已经高了很多 以往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那些细节看不到 现在都可以看得到 对得非常之准了 这样 那其实呢 要做这个五次的前列腺 这些人SBRT的治疗 其实是一个几复杂的情况 一般电疗呢 我们要求的技术 会相对比以往的高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分成两部分 就是电疗设计 和每一天做治疗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的flow chart 就是某一些医院内部的flow chart 就是说 其实做每一样东西都要经过多重的确保 我们的电疗的计划 是准确的 对准到前列腺 而每一天可以基于病人的身体 腸啊 膀胱的位置的变化 作出适当的调整 而且每一天呢 都要确保我们电疗的剂量呢 真的对准到前列腺 那情况就好像 其实 有些像大家呢 如果你最近去旅行都知道 搭飞机 其实 飞机的起飞啊降落啊 那些其实是一些精准要很小心 就是很多个step去check 就算一个 就是挺experience的一个飞机师 他都要一定要grow through 所有的一些check 确保是安全 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不会有任何的差距 也都要想起 当中万一有什么事发生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电疗设计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设计了一个plan 每一天电疗之前 其实都要再对位 再double check triple check 确保所有的东西呢 是真的对准 剂量的计算是对的 有些发现病人万一有什么身体变化 或者腹状的时候呢 作出适当的调整 其实跟呢 开飞机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那所以这条片呢 就为大家介绍了 其实现在来说 主要因为技术的进步呢 电疗机的进步呢 其实现在前列丝硬的电疗呢 已经由传统的八星期 缩减到四星期 甚至越来越多呢 缩减到过半星期 只需要电五次就可以了 但当然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呢 无论做任何治疗之前呢 必先大家按照自己的情况 请教自己的主陈医生 多谢大家